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个车容易但养车它没钞票 要不然还是每天坐地点去上班 每当出了车厢都是一身臭汗 如果买房子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时间从哪里来这让人困惑 比如一个月能存一万块钱 十年才能在北京有个居住的地点 这两者都没有找对象都不好 找没有一个女孩愿意穿不好吃不饱 所以把零后们一定要加倍努力 下面中来就说一个好消息 大家知道房价都是谁炒上去的 每座温州厂房层层城有名的 既有的价格最起码升了还会降 但房价似乎没降过 一直在上涨 不过最近温州也出现了问题 让不爽买不起房子 朋友们先分不移 温州的房价最近大幅度高低 中来我像褐色的说一句欧语 其实在大中城市不同程度上涨 恰恰只有温州是唯一在下降 看来炒房客只炒外面不炒家乡 中来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 很多温州房主买房都不够还房贷 看来房产不是温转也会出现意外 不少房主选择了起房跑路 这种时间越来越多影响了信用度 温州房价保护可不可以这样认为 以后全国房价不升纸降 肯定会这样八年后的压力明显少很多 真希望这个世界不只是个猜测 不管以后房价的问题怎么样 我们都要努力抓紧时间买房 为了自习 当然也为了家人 加油把酷逼当八年后门 中拉说新闻已经播放完毕 如果觉得别人不想一下就可以 关注股流网或者我的微博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